青狼不说话 他走到画坊的正中间站定 看着苏冰云冷笑道 小姐 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有一笔照要算算了 你说什么 苏冰云的脸色沉了下来 对于愚人族 他从来没有把这些家伙真正的当作人看 因为他觉得他们不配 尽管苏家这些年的成就 与愚人一族有着抹不开的关系 但是苏冰云觉得他们始终不是人类 在苏家愚人族的地位是最低的 就算是下人的地位 也比他们高尚那么一点 为了保全种族的延伸 所以愚人族在苏家过得是唯唯诺诺 任气吞声的 像青狼这样的 第一次和自己这么说话 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我说我们愚人族 有一笔账 要和小姐好好的算一算了 清狼笑了笑 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他向前走了几步 咬牙切齿地看着苏冰云道 苏冰云 你们苏家人都不得好死 你疯了吧 苏冰云的脸色微沉 他站起来道 现在滚出去 跪在甲板上三天三夜 你刚才的话 我当作没听到 清狼笑了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因为 你们整个愚人族的生死 都在我的掌控之下 苏冰云冷笑道 如果你不想死 不想让你们整个愚人族覆灭 最好按照我的话去做 我们愚人族 以后不会再受 你这个女人的摆布了 清狼笑了笑 随着他的笑声 听见 偌大的一个湖面 轰然窜出了十余条人影 这些人 全是前来助阵的愚人族 他们把画坊所有的出口 全部戒严 你们想干什么 造反吗 苏冰云大怒 他扯过自己的手包 拿出了一个紫檀木的盒子 从里面取出了愚人猪 高高地举起来 对 你也可以认为我在造反 事实上 我就是要造反 你不顾你们愚人族的安危了吗 你不怕你们愚人族全族被灭吗 苏冰云冷笑道 你们愚人族的命脉 都在我手里掌握着 如果你现在滚下去 自罚落星 我可以当作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不愧是苏长河那老狗的孙女 连手段都是一样的 清狼笑了 他没有后退 仍然向前踏出一步 他冷冷地盯着苏冰云道 可是 你真的以为 你手里的竹子还管用吗 你说什么 苏冰云吃了一惊 他这才发现手里的愚人猪 跟他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 苏冰云是一个 谨慎小心的女人 在苏家的大院正中央的地方 有一条暗室 但是他一点都不相信 那个暗室安全 鱼人猪嘛 是掌控鱼人的最有效的手段 也是他们苏家赖以生存的东西 如果没有了鱼人猪 他们整个苏家 都面临着负面 所以说这玩意儿 他一直带到身上 一点也不敢离身 任谁也不会想到 他竟然会把 这么重要的东西 随身携带 但是这一次 他失算了 他手中的珠子 啪的一声掉落在地上 他回想起 那个疯狂的夜晚 那个耐力好的 出奇的少年 被骗了 被阴了 这是他心中最后的想法 苏长河 利用我们的前任圣女的心 骗去了鱼人猪 控制了我们的种族 而我们上人的圣女 因为丢失了鱼人猪 所以在祭坛上受烈火 煎熬三天三夜 才不明目的死去 你们苏家 利用我们鱼人 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们又有多少族人 死在你们的手中 在你们苏家 我们过着连下人都不如的生活 苏冰云这一切 该结束了 青狼冷冷的 青狼 不要跟他废话 我觉得 大家应该一人在他的身上 挽下一块肉来 只有这样 才能平息我们这几十年来的恨 一名鱼人道 对 一人在他身上 弯下一块肉来 所有的鱼人都神色不善地盯着苏冰云 他们恨极了这个女人 几乎恨不得把这个女人 给抽筋扒皮了 因为他们鱼人族这几十年来 一直受到苏家的控制 过的生活 连奴隶都侮辱 苏家的人对他们族人 可以是随意的大骂凌辱 就算是把眼前的这个女人 给扒皮抽筋了 也无法平息 他们对苏家的恨意 站住 不准再向前走一步 苏冰云立声道 他还没有从之前的身份转变过来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现在的鱼人族 已经不受他的控制了 你以为你还是以前的苏冰云吗 你们苏家还是以前那个随意可以 喝骂我们的苏家吗 青狼向往 你要弄清楚 我们今天是来报仇的 你们 苏冰云亮枪后退 他的脸色惨白 没有一丝血色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这些年来苏家 是怎么对待这些鱼人的 因为 苏长河掌握了鱼人族 最重要的东西 这东西关系到 整个鱼人种族的生死存亡 所以这些年来 鱼人族对苏家是言听计从 甚至可以忍受一切凌辱 但是现在 东西不在了 这种他平时掌握的力量 将会成为颠覆他的滔天洪水 苏冰云的身子 微微地颤抖着 他的手心里满是汗 失去了鱼人猪的他 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对这些鱼人 根本就没有一丝掌控的能力 他对自己的下场充满了恐惧 怕了吗 青阳笑了 他突然走上前 一巴掌抽在了苏冰云的脸上 你也会怕 你这个歹毒的女人 也会有怕的一天 怕 苏冰云 被愚人这耳光抽的一个亮脚 他的脸上 多了五个鲜红的纸印 别 别过来 你们不要过来 苏冰云感觉不到 自己半边脸的存在了 他惊恐地向后退着 但是后面 是画坊的锯窗 再向后一点 他绝对会掉落在冰冷的湖水中 你们能抢走愚人猪 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叶好轩还活着 薛红云把手中的酒一口灌下 他把杯子重重地往桌子上移放 有劳学少灌进了 不错 我还活着 随着湖中的一个小画坊飘来 叶好轩的声音 也从湖边传了过来 小船缓缓地靠在了大画坊上 叶好轩轻轻地一跃 从小船跃到了船上 我就知道 薛红云笑了 他笑得有些悲哀 我就知道 堂堂的医生叶好轩 不会那么轻易死的 你知道我不会轻易地去死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幕后 兴风作愣呢 叶好轩从甲板上走进了船舱里 他盯着薛红云道 说真的 我也没有想到老太爷过世以后 你竟然还有底气和我叫板 躲在后面兴风作浪 薛红云 我真的发现我以前小看你了 真的 你很有胆气的 叶好轩 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轻易地放过我吗 薛红云盯着叶好轩 他咬牙切齿地喝道 你给我的耻辱 我这辈子都洗刷不干净 别打这么无聊的比喻 因为我不是你 我也没有你这么蠢 叶好轩冷笑道 一个含着金汤式长大的太子党 一个全靠自己妹妹出谋划辞 才夺得三大才子称号的无用之人 你注定是一个失败者 别拿你自己和我比 我的起点没有你高 但是我现在拥有的却比你多 这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因为你太傻了 叶好轩道 我不明白你有什么不甘心的 之前发生的事情 如果真的要捅上去 够你死十次都不够的 可是我没有那么做 为什么 因为我答应过老太爷 我会给你一条生路 可是你不懂得珍惜啊 你躲在幕后兴风作浪 你说吧 你想怎么个死法 我给你尊严 让你自己选择如何死 叶好轩道 首先我得弄明白 你是不是早就怀疑我了 薛红云笑了笑 他盯着叶好轩道 你在江浙 陪这些小虾米玩了这么久 完全不是压不住他们 而是你早就怀疑幕后有人 对吧 对 我早就怀疑 而且我也怀疑是你 叶好轩道 我刚来江浙的时候 给你打过一个电话 你还记得吗 记得 那时候我让你帮我 薛红云道 因为我很喜欢妙善 我不想与他分开 那个时候我是在警告你 你没有听出我话中的意思吗 原来 在那个时候 你已经认定是我了 薛红云叹了一口气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忍着 因为那个时候说真的 我没有十足的证据 证明有些事情是你做的 叶好轩摇摇头道 我只是怀疑 但不确定 所以我在江浙逗留了这么久 陪着这些小虾米 不厌其烦的玩着那些 无聊的游戏 我这么做 完全就是想引蛇出动 你出来了 可是你这一出来 就是大杀招 我很奇怪 你是怎么和五十一区联系上的 叶好轩问 因为我为他们提供 少氏科技的资料 薛红云顿了顿道 他们答应帮我做一件事情 我只想让你死 我回来 你一点也不感觉到意外吗 叶好轩笑道 不感觉到意外 因为我知道 堂堂医生 是不会那么轻易死的 薛红云摇摇头道 之前叶连城几乎找进了内江湖的高手 都没有能将你打败 我不认为这一次出动了几个小虾米 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但你还是抱着侥幸对吗 你太相信这个女人的能力了 对吗 叶好轩指着指面无人色的苏冰云 是 这是我最大的错误 我薛红云 竟然会对这个女人这么相信 我竟然荒唐地相信她能弄死你 唉 薛红云叹道 我说了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死法 叶好轩笑了笑道 我不想死 薛红云如实地说 如果你放过我 我们以后还是朋友 呵呵呵 时不时地在背后捅刀子的朋友吗 叶好轩笑了 呵呵呵 我是真的累了 薛红云 我也不为难你 现在你们两个从船上跳下去 如果你能游到对岸不死 我就放过你们一次 薛红云看了看宽阔的湖面 这里距离到岸边 恐怕有不下数十里远 虽然今天的天气比较暖和 但是湖水的温度是零下七八度 从这里游到岸边 且不说 他不会游泳 就算是他会游泳 游到岸边的话 他也会被冻死的 你直接给我一个痛快吧 薛红云道 不不不 那样的话太便宜你们了 叶好轩压压头的 尤其是你 苏冰云 你知道当天我和芸汐 落入河水中的情况吗 芸汐差点被冻死 如果不是他有东勇习惯的话 他现在已经死了 即使是我 也救不回来的 今天的天气比起那天来 暖和很多呀 所以我觉得这对你已经是很仁慈了 当日种下的因 由你自己偿还这个苦果吧 姚轩 你不能杀我 我是苏冰云 我是江南一品苏家的苏冰云 苏冰云的脸色煞白 他哆哆嗦嗦地尖叫道 从今以后江浙不会再有江南一品的苏家了 叶好轩笑了笑道 如果不出意外国家特勤局已经介入调查中 江浙这几十年来 那些有可能成为江浙经济顶梁柱的人 大概有数十人吧 他们非正常死亡 他们是怎么死的 我想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另外 苏家这些年来做的事情 你也比谁都清楚 所以 苏家以后将不会存在了 叶好轩顿了顿道 如果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问问 现在苏家到底是什么情况 苏冰云匆忙地拿出手机 他要打电话确认 他不相信苏家就这么完了 至少他不相信苏家 会毁在自己的手上 拿出手机以后 他才发现手机上根本就没有一点信号 哦 不好意思 我刚才把信号屏蔽了 叶好轩按下了自己的耳麦道 君次 不用屏蔽信号了 随着叶好轩这个指令发出去 他的手机上有了信号 一时间来电短信的提醒 几乎是塞满了他整个手机的信箱 苏冰云翻出一个重要的号码 直接拨了出去 拨了两久 对方依然没有接 他连忙又换了另外一个号码 再次拨打出去 这一次仍然没有反应 不可能 这根本不可能 苏冰云难难的说着 他再次打出一个电话 一连五六个电话都没有人接 他有些放弃了 因为这些都是他平时安插在外围应急的人员 为的就是防止有些突发的状况发生 如果公司或者家族里面有事情 这些人会第一时间联系他 但是他现在却一个也联系不上 心惊的同时 苏冰云的心底涌出了一股寒意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把苏家打造的像铁桶一般 尤其是刚才他联系的那些人 除了他自己之外 别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但是现在一个也联系不上了 显然这些人是被扒出来了 由此可见 叶浩轩的势力到底强达到了什么地步 他默默地放下手机 沉默了片刻道 叶浩轩 你想怎么样 报仇 叶浩轩的回答很简单 只有这两个字 或许我们可以谈谈条件 到了这一会儿 苏冰云反而冷静了下来 他强自地压下心头的恐惧 恢复了他平时那副女强人的模样 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 叶浩轩反问道 因为我们苏家是江南一匹 你父亲来到江浙的时候 曾经对我们苏家进行过肯定 在经济峰会上为我们苏家提名铺路 如果我们苏家倒了 是对你父亲政绩的否定 也会让他的一些竞争对手借机打击他 我说的不对吗 苏冰云淡淡地说 如果我父亲只是一个为了政绩什么都不顾的人 或许我们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但可惜他不是 他是一个政治的人 他不仅要经济 他还要功力 也好宣道 或许你还不知道 这次中纪委与各大特殊部门联合地进驻苏家 要彻查你们苏家的破事 这就是我父亲力争的结果 你说什么 他疯了吗 苏冰云不敢相信地说 这是他的政绩 难道他连自己的政绩都不要了吗